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考学不易 童卓就跟着这个话题开始讲起了自己的高中生活 自爆当年是复读生 复读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童卓一直有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 为了这个学校他不惜重来一年 到这儿童卓给人的感觉还挺上进的 有目标 可是他接下来说的话就让画风逐渐跑偏了 虽然是复读了 但是那所学校是只招应届生 不招网届生的 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考取这一所大学 他就搞了许多的小动作 把网届生变成了应届生 明明是作弊 童卓自己却毫无羞耻之心 说完之后自己还乐了一阵 就这么一顿猛虎操作 又是重读 又是改身份 最后童卓还是没能够考上自己想去的大学 后来就上了中系 直播结束之后 童卓的一番话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的 因为根据规定 擅自改变自己的学籍身份是舞弊的 违规的 而且看当年童卓高考山西下发的通知 有一栏是严禁网届毕业生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报名的 所以他这算是知法犯法了 本来就引起一些关注了 童卓还是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 他又开了一场直播 开始为自己辩解了 开场就说自己要谨言慎行 说话要注意点 省着有人钻了空子 胡乱的造谣他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是认为有人在搞他 全程都没有回应当年改学籍的问题 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开始大打感情牌 讲自己当年复读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为此付出了多少多少的心血 还在那里嬉皮笑脸的 自己还放了个背景音乐 质问大家我有错吗 说当艺人好难啊 说自己说话不自由 话都让你说了 你这叫说话不自由吗 是给你自由大劲了吧 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了吧 都有过一次警醒了啊 还是执迷不悟 这又一次的直播呀 童卓就直接的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 冲上了热搜 这回事情闹大了 他就不敢出来说话了 不回应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怎么过去了啊 快乐大本营反应极其迅速的把童卓的名字给删掉了 播出之后的神奇的汉字也没有他的身影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 童卓是真的凉凉了 这次童卓啊 因为舞弊上了热搜 连带着翟天林 也跟着凑了一下热闹 毕竟提到学术上面的问题的话 怎么能够不谈起翟天林先生呢 当年的翟博士啊 也是在直播的时候 大言不惭的说出了 织网是什么东西这种话 被网友抓了个阵着 对他层层扒皮 最后把他学位造假的事情通通给挖了出来 现在啊 翟天林都没有要正式付出的动静 而因为他个人的造假 导致了每届应届生们受到了不一般的折磨 现在啊 还能够看到应届生们无声的呐喊和对翟天林的恨意 有如此警示的前辈在先 童卓还完全意识不到当年那种做法是舞弊行为 还当作是自己的一种能力 到处炫耀不知悔改 前有翟天林不知之网为何物 经有童卓现场直播高考舞弊 就这种自暴的行为啊 网友都忍不住感叹了 是说你脑子有坑呢 还是智商低下呢 或从口出这个成语啊 是不是为你童卓量身打造而成的呢 娱乐圈啊 真是每一天都给人惊喜呢 而且仔细的观察娱乐圈这种出乎意料的大惊喜 还都是艺人自己嘴巴里边讲出来的 当年韩根回国之后啊 本来是一个被原公司不公平对待 却还要做自己努力奋斗的三好青年的形象 可是真正回来 没了韩国超强包装的滤镜之后啊 他就频频自揭面具 讲述自己的风流往事 和范贝宾一起主演《万物生长》 在发布会之上将当年上中专拿学姐电脑卖钱的事情 现场爆料 让身为主持人的萨贝宁和范贝宾都有一些不知所措 萨贝宾正拿着这个能说出来自首就说明意识到问题的找补的时候啊 还更又自爆了当年偷录像带的事儿 连带着两字的自爆 让范贝宾在一旁不知所措 嘴里边像是念了一句完了 韩根啊 不仅是自爆上学期间拿别人的东西 还曾经欺负一些没有钱的同学 让他们喝自己的尿 就这几件事情啊 真不明白到底有什么可说的 是觉得自己偷东西很光荣 还是觉得让别人喝自己的尿很光彩呢 这种把欺负别人的事情当做很牛叉的事情出来到处炫耀的 还有张艺 演员张艺上节目的时候曾经洋洋得意的讲过在剧组创立妖精会 妖精会的宗旨啊 就是自娱自乐再干点 缺德事儿 而也缺德事儿啊 就是张艺对这些女生下手 如果谁不想入会的话 他就会说 如果谁不要紧就要揍他 甚至还把一个当时不想入会的女孩直接塞到了一口羹里边 胁迫他人 而且入会的人呢还要给他下跪 对他说 我尊重你啊 我就请问 这不是赤裸裸的霸凌吗 就这种事儿还能够嬉皮笑脸的讲出来 您有心吗 还有出演过《父母爱情》的演员郭涛 曾经出书讲述自己的《欲妻之术》 还有出演过《父母爱情》的演员郭涛 曾经出书讲述自己的《奴妻之术》 甚至把打前女友这件事情给写了出来 还沾沾自喜的是在给对方一个教训 打女人还写到书里 可能是想要省视自己的男性雄风吧 等到事情闹大了之后 网友开始纷纷批判他们做的不妥 不对的时候 韩根 郭涛和张义才纷纷出来道歉 就想问问了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闹大 他们会自行反思犯下了错误吗 如果真的知道错了 就不会把这些事情乐子在节目上面说了 或者是说写到文字里边出出赚钱了 也不会等到被大家打脸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错了 开始道歉 其实说白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傻 是对某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是个错误 要不然展天林第一次被发现学术造假的时候 也不会说要发声明去告网友了 同卓第一次直播被人说是舞弊的时候 没有选择道歉或者是欺识宁人 而是再次直播说部分网友大提小做 因为一些事情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其严重性 他们认为这都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甚至可能觉得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是光荣的 是值得拿出来被欣赏被讨论的 既然你认识不到错误 那么就别怪网友下场给你们教训 有些人的下场都是你们应得的